主料,西米100克,辅量,包裹3克,或融合1克,椰浆100毫升,草莓2克,木瓜1克,白砂糖,蜂蜜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木瓜买回来,洗净,用小号刀子交叉接个车锯去行,将上下两部分分开,用小小子将其次挖出,锅子烧水,煮沸,加入精米,边煮边搅拌, 防止粘锅,中间换水一次,将西米煮至透明浪菜,立即捞出,进入凉水可直接饮用的中,将其捞出,控干水分,椰浆倒入碗内,将西米倒入椰浆内,挑大,芒果切成三份,将果盒切除,使其中一份,用小刀子,在上面刻画出网格状,翻出,用小刀将茄子底部切下,或融合切丁,草莓切丁, 倒入水果粒,放入少许白糖,减肥的血液子部,倒入少许蜂蜜,搅拌均匀,另起一个芒果,斜招切片,装饰,装入花板中,装完,烹饪技巧, 一,西米被水入多,防止粘连,二组织半透明半心状态,关火,慢五分钟,三,中间换水投凉,四,煮好后立即投入和直接饮用的凉水中,这样可以使西米更加的有弹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